老子,Basco 神父, 怎麼能夠你老母的醜花戲呀? 下午一點鐘落伯,等老子聽聽香港《黎的呼聲》銀色電台,有什麼事先聽? 下午一點鐘落伯,等老子聽聽香港《黎的呼聲》 本台現在這次《鞋劇節目》是由鄧忌晨之生擔任播演的。 今次的劇名是《九五之尊》。 《九五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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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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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的相,我收兩元而已 不過這位老伯的相,一看下去就知道值五個人錢看相 收你四個九,都是小看你,侮辱你 伯母,你不明白,如果相差,我就收豪子也不頂 我這樣看,越好的相,就越收貴一點 當然啦,伯母,你去買東西也是,好東西就不便宜 便宜東西就不好了,是呀,有道理就值得 好,五元吧,阿相,麻煩你詳細一點 阿,拉姆太,得得,相今先為格外留神 阿,格外小心,又好比你冰 嘩,你這個相格,不得了 阿,不得了,是,不得了,牙焰滋滋 看起來不一樣,當然不一樣 不一樣的普通人,這個相啊,哎呀 阿老伯,你非同不少可 阿老伯,你今年專門閉聖命 哦,我呢,就叫做牛黑文 就一直吐一吐,黑服的黑文章的文 今年五十八零三個半月 哎呀,零四個月,還說過了十五的 哎呀,那我呢,沒有錯了 哦,阿老伯,你這個相整個是帝王之相 一到六十那年,講道理,你應該要清王清帝 九五之尊,南面清王,貴不可言 啊,真是,真是,真是,我從來就不講笑 但是也從來就不報獎人啊 依書直說,照書講命,直言不諧 啊,牛老伯,你這個五官就平雲了 四肢就合襯,眉目逢眼,耳大如疏 哇,顧盼威風,行動有勢啊 看真是,你拧拧過來 那,你就腥如破裸啊 大早聽見你說話 腰齒羊柳,哇,貴不可言 如果啊,老伯,你呢 生在二千年前啊 我相信啊,你做皇帝都未曾到秦始皇統一六國 啊,應該由你,哎呀,這麼交關啊 他的相,當然啊 啊,伯母 現在這個時代,我們中國呢 雖然是沒有皇帝 不過老伯你仍然都是帝皇之相啊 是吧 那,最好呢,就是個名字改得又好 是吧 又合襯 為什麼個名字也有關係呢 個名字怎麼合襯呢 嘿,幼得極 啊,老伯,你看看你 五玉朝天,聳起兩眉,迷惑牙煙 調氣就夠堅 那相啊,哇,你和明太祖啊 朱鴻武呢 脊頭啊,一樣 明太祖是姓朱 但是你是姓牛 朱牛,朱牛就相對到極 啊,他叫做紅帽啊 你就叫做黑文 那就是紅就對黑 帽就對文啊 啊,那又對得工整到極 哈哈,明太祖做了皇帝啊 哈,老伯 我相信你想不做也挺難啊 哼,哎呀,真是 講起啊,確是 又有些情數的嘛 有啊,有啊,有啊 這些怎麼這麼做 喏,不是說講情數 脊頭就十足十 啊,不過這樣 啊,老伯 可惜你家山不夠啊 祖宗職任呢 不是幾巧 啊,不過這樣 你就要用人工補救一下 啊,補救? 哇哇,怎麼補救呢? 啊,有法子 喏,你從今天起呢 啊,你就要關門 在這裏來練習做皇帝 你先要養成這種風度 習慣了他才行 哦,而且呢 啊,朱鴻武就不用說有軍師 就叫做劉伯溫呢 是,是,是,我知道 那你呢 那你呢 也要有軍師 啊,是吧 那你說如夢不器 被人呢 可以不開檔 跟著你做你的軍師 幫你打天下 我相信 大約再過年半左右 可以水到就渠成 好好好 哎呀,阿塞 那我就做娘娘了 哎呀,你這句話多餘的 先生,沒錯 如果我是皇帝 你就不用說娘娘了 好,喂,阿塞 那我一於請你做軍師試一下 啊,我是有錢 我是養得起 啊,喂 那你跟我去試一下坐下好不好 哦,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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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樣就好,好好 啊,先生啊 我那想煎之骨 啊,對不起 我都夠了 是啊,我收檔了 你們光顧盟功德 啊,哦,這麼意思 哎呀,那我幫你手吧 撿東西啊,軍師 好好好 哎呀,我幫我手撿東西 哎呀,我就只拿來 fragen這些東西 沒什麼的,是咯 哎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身为皇后啊 你母义天下 怎可以能够啊 这样来讲 立军师来讲笑 太监 哦!到! 太监狗 我到! 啟奏主上 有什么交代 太监狗 你学了十天 你都被毕业的吗 什么讲交代的呢 对主上讲话就应该问 有什么圣子啊 是这样吗 哦!是! 该死!该死! 啊! 主上! 你有什么圣子 闻一下他的圣口 演出你的圣牙 握出你的圣声 我就会做的了 太监狗 你看看公主起了身 你说浸公啊 有时找他 哦!行啦! 哎呀! 那个女儿 做了公主之后 不知为什么 天天睡到这么晚 到时都不是这样的 现在睡到这么晚 真是没有她收 是呀!不知为什么 哦!对啊!主上 做起公主就正所谓 正一是金枝玉叶 是呀! 新娇玉贵 那么那么早起床干什么 啊!去开工啊! 啊!你以为和狗什么 啊!又是呀! 啊!真是! 军师自然是呀! 没错! 啊!是的! 我启奏主上 微臣今天想出去买些东西 循民间状况 想在国库里领着五百元 伏克主上批准 哎呀!喂! 前日军师你才领了百五元 那今天又领 哦!要! 那又要啊! 军师就关怀人民啊! 啊! 啊!好! 啊!娘娘! 你给她! 啊! 哎呀! 我做军师吧! 我都不做娘娘了! 十几天就领了几百元 你说哪个有那么爽啊! 启奏娘娘 带牌做大事 成大功立大业啊! 当然就要花大钱! 我辅助主上 想打天下,定江山 我问,自然要替他四维密色英雄豪杰! 文武人才,将来就可以安家复国! 区区几百元! 计我说,实际不算得什么事啊! 主上! 没错! 军师之言,有你有你! 肯有你啦! 有美咧! 哎呀! 老实说,都不知得不得的! 你关门做皇帝,爽就想啊! 但是呢,花了成千银了! 那就是啊! 啊! 主上! 好啊! 微臣,还有奏章! 因为主上你今年春秋而老, 但只有公主,未有太子, 你说将来全位, 岂不是无人! 是是是! 喏! 照这个相法而言, 主上你应该有三个儿子计后, 而且你身为九五之尊, 三公六丸, 实所应该, 实以为, 随好物色贵妃人财, 以望生下太子! 哎呀! 你这个坏东西! 你正一是狗欲军师, 我说, 怎会劝啊!主上来, 立些妃妃妾妾妾, 还说三公六丸搞得定的, 一天, 军师之言, 施也, 查云古今历史, 哪个皇帝是等老婆的呢? 最少, 也有三两个贵妃, 而且我行恋, 五十九, 尚未有子, 不对, 祖宗住的, 好, 准你所就, 謝龙一, 娘娘, 你应以各事为众, 啊! 不能, 和平民百姓一样, 一样喝醋, 没错, 主上你真是英明之主, 啊! 娘娘, 不能这么容易喝醋, 因为你身为娘娘, 如果喝醋, 又失你娘娘的身份, 而且, 现在就再讨论, 都还未有人, 如果说, 喝醋油呢, 却意不早也, 是吧? 是吧? 主上, 一个人, 成大事业的, 千万千万不能怕老婆, 怕老婆就最多发达, 是吧? 你不能够成为皇帝的, 哎呀! 真是, 看我呢, 就不愿给钱你, 就这么多事, 哎呀! 哦! 女儿出来了, 起了身了, 哦! 啊! 公主早晨, 言公主千岁千岁, 错, 我不认这么老, 我今年, 二十三岁, 对生保人, 就认一夜二岁到, 啊! 父王, 你找我什么事呢? 啊! 父王现在, 想选贵妃, 如果你有些旧同学, 啊! 女朋友, 啊! 认为旧贵相, 旧贵格的, 你可以介绍给我的, 啊! 哦! 这么大上头, 啊! 父王你, 公主, 什么说父王上头大? 啊! 你知道吗? 你父王身为九五之专, 啊! 三宫六丸, 七十二笨, 应该到劫! 嗯! 这么多得了? 哎! 我就选着一两个贵妃先, 啊! 乖女儿, 你帮一下吧! 啊! 因为只有皇后而没有贵妃, 的确是, 哎! 不像样! 哼! 别说我多嘴啦! 喂! 你浮财只不过一万八千, 如果你这样知出法, 国父很容易空虚, 你关门做皇帝, 又不享受多久, 启奏主上! 这点不必担心, 微臣曾经学过运财之术, 等宅一日好的日子, 微臣买些砖回来, 念过七七四十九日咒, 就自然可以变为金砖, 主上! 那时你不忧没钱, 国父不忧空虚, 不过你才要给一百元我买泥砖才行, 嗯! 那就行! 没错! 照准照准! 哦! 那儿, 给百元你啦! 你快点买些砖回来, 军师! 哦! 好! 我去啦! 主上! 哦! 我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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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十分钟 ! 哪里 员露 甜俩 第一 垂 president 金老师 involved gets a grocery store or a kitchen like that. 佐司,师爷们要!' Gamb� facebook… お、君师! 我真是他们已经买了很多筋链 是… 老婆敢点着刻啊 三元工麻煩,有多少磚? 哦,阿先生,总共有九十五磚, 其实你买这么少磚,没什么用,砌一幅墙也不够。 够了,如果有九十五磚金磚,真是怎样叹化都可以。 多谢,阿先生,别管了。 是的,阿坤师,那你何时作法念咒呢? 将来那些磚是会变金磚的? 是的,越快越好。 但我刚才查过通证,七日后就是王道吉日, 由今日起作法,晚上就念咒,念到天亮, 那些自然就可以变为金磚。 主上,请求娘娘,晚晚三点钟, 叫太监狗就预备宵夜给我, 另外,买齐元宝蠟粥才行。 那就是那些白粥油炸鬼喝,最好呢? 哎呀,这样也不行,这么省皮。 一晚就无所谓。 你说如果,晚晚是这样呢, 我相信那条腸就瘦了都可以。 你应该,有晚鸡粥,有晚纳米饭, 这么开玩的军师你。 那也应该,他晚晚不睡那么辛苦, 没错了,而且又念到那些磚就变成金磚, 功劳力很大。 好,宵夜准他吃好些。 哎呀,谢主龙人。 主上的确不同,九五之磚, 这边的确是口气都不同人的。 哎呀,表哥,表哥, 你怎么会来探我们的? 好了,不见你这么久,真是。 哦,妈妈叫我来的, 她说,请你们明晚去吃饭。 啊,什么事啊? 没有拜忌而已,拜我爸爸。 哦,轮着我,你在这儿啊? 哎呀,对了,对了,喂, 哎呀,那你先计算,计算它。 为什么呢? 你认识军师的? 表哥,有什么数计算? 喂,喂,你们不要走,喂,妹妹。 哎呀,表哥走快步。 哼,啊表嬸, 为什么你拔着我呢? 啊,你不知道的了,我告诉你, 这个人啊,大滚人来的。 什么呀,大滚人? 哎呀,怎么办法啊? 哎呀,他找我爸爸,说我哦, 啊,爸爸呢,就生成了一个大总统的相哦。 哎呀,那就指到我爸爸不恨。 那结果呢,就骗了我爸爸的身家, 然后送了人, 那就累到我爸爸呢,激死了。 哎呀,现在见了他,你说他还有不拼命? 哎呀,什么他这样的吗? 是,哎呀,直求是,靠骗,靠骗。 哼,现在被他走掉了,又不知何时才找回他了。 哎呀,真是骗子,那我们就苦了。 喂,啊,死老爷子, 你呀正一是,哎呀,法皇帝梦, 啊,表嬸。 怎样啊,怎样啊,什么事啊? 他说,哦,你表叔呢,就有帝王之相哦, 那就一尾困他, 闪了门来做皇帝, 那又慢慢叫我呢,就做娘娘, 又叫女儿做公主, 那就连狗都称为太监狗哦, 那洗了呢,千多银的了。 呵呵呵,啊,什么啊? 表叔,你成六十几岁少年受人困的吗? 嗯,还有啊, 又说会将泥磚念咒呢, 咒变成金磚哦, 拿了成百银去, 买了几个磚回来,九十五个, 想起来是骗子了。 啊,真是幸虽你今天来, 如果你说再迟些呢, 哎呀,我也整副身家给了他。 就是这样啊, 以前也有个好几个看相佬呢, 他说我的相余的确是大富大贵, 所以呢, 他说我都顺顺的, 又不是离谱的, 又, 哼,你还这样说, 你照话的大镜呢, 你想做皇帝, 其实呢, 就是为了呢, 拿一两个的贵妃就真, 我现在醒起啦, 啊, 你说死不死呢? 破了千多银财, 啊, 安乐也有, 哎呀, 很难说, 大约相就怕有, 不过家山无福都不顶, 哎呀, 不过, 破财那里, 真欲同气失, 我去问他相, 的确是有九五之尊的, 我说你呀, 九六之尊的, 哦, 那表叔, 你说得对啊, 我都说你呢, 是有九五之尊的, 哎呀, 猜你, 你还帮他? 啊, 你明知道这个论罪网是, 是骗人骗底的, 你们还帮他? 哈哈, 这些其实呢, 是最低能的骗子, 不过骗了那些更低能的人, 那意思呢? 那, 除了我爸爸之外, 就轮到表叔了, 是吧? 啊, 你说如果没有这次关门做皇帝的人呢, 那你怎么骗得到啊? 是吧? 又说他有九五之尊, 啊, 我也不是帮他啊, 啊, 表叔, 你看啊, 现在长脚的, 的, 的, 的确确是有九十五个, 那些尊在那儿, 摆在那儿, 那表叔得闲无事了, 但是可以左搬右搬, 那来过日臣, 那不就是搬来搬去都搬九十五个尊头? 是啊, 爸爸, 你, 你有九十五个尊头, 迷尊, 有九五之尊, 是九五之尊啊, 哎呀, 不要说了, 哎呀, 真是, 演唱会 由邓继城担任播演的鞋劇, 九五之尊現在已經播送完畢,下次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